所以我覺得餡比較好吃耶 我覺得外面很好吃耶 很有味的 我覺得 就巧克力的香味 它外面有點像是那種早餐的鬆餅 就是美式早餐的鬆餅 其實是巧克力口味的 它又在 橡皮擦一點的感覺 你吃過橡皮擦喔 歡迎光臨愛吃星球 我是若瑀 我是若瑀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全聯甜品老實說 你是不是很希望全聯可以找你代言 請支援收銀 好啦 我們今天要吃的就是 我有特別找就是常駐商品 因為其實現在我們拍攝的 今天是芒果季 可是我掐指一算 就過了幾天 芒果季就要消失了 我怕如果現在講芒果季 然後大家看了以後 沒有芒果的東西 所以我就特別挑的是常駐的商品 這就是你無論何時去 基本上應該都買得到才對 沒有季節性的 對 沒有季節性的 我們這一款是 生午半月燒 它看起來蠻好吃的 那我們先來吃吃看 然後我們等一下一樣要評分 好 也是五分嗎 對 我們一樣只能自帶音效 好 好 那我們吃喔 好 那吃起來還算多啦 嗯 這個很像 紅胡椒 嗯 很好吃的 嗯 我知道它像什麼 它有點像 有加餡料的雞蛋糕 哦 哇 它裡面有那個車輪餅的奶油的感覺 對對對 還蠻好吃的 如果可以冰一點會更好吃 然後配茶這樣子 嗯 或咖啡 那我們現在可以評分 4.5 我也給4分 好 這一道是還不錯的 嗯 可以 就是如果朋友來家裡聊天 下午茶可以拿出來吃 然後做不出什麼甜點的話 就 做不出甜點就拿出來擺盤 對 它就會非常的漂亮 好 接下來第二道是 羊汁甘露 它看起來 好像真的很像剛吃飲茶 羊汁甘露 對 因為很久沒出國了 所以剛剛看到這個 有一種到了香港的感覺 對的感覺 比我想像那麼好耶 它比較像芒果稀米露 對 芒果稀米露 它不算羊汁甘露 少了一個比較酸一點 對對對 還OK啦 只是有一點稀 然後少了一個葡萄油味 對 就比較純芒果 對 那我們現在可以評分囉 好 13.5 如果想要試試看的朋友 也是可以去買買看啦 羊汁甘露 如果怕酸的人可能會很喜歡 可是如果你期待是 港式羊汁甘露 可能會有一點失望 好 接下來我們第三道 菠蘿泡芙 喔 喔 是不是有一陣子很流行吃泡芙 這個現在很多耶 很好吃的耶 它這個奶油又跟剛才的半月燒不太一樣 它再更軟一點 比較像冰淇淋 更綿一點 如果把它放到冷凍庫裡面拿出來 應該會蠻好吃的 嗯嗯嗯 我們可能在常溫底下放得有點太久了 對 應該要再冰一點 嗯 不錯 那個可以 但我現在手很髒 我只能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 4分 好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 雪藏 什麼啊 巧克力銅鑼燒 不是啦 雪藏 生巧 熟男生巧銅鑼燒 給他一個新的名字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 巧克力的喔 小叮噹的最愛 有些要講多拉萊蒙嗎 Sorry 小叮噹就有點年輕了 那是我媽媽跟我講的 我喜歡吃外面的這個 我喜歡吃外面的這個 我喜歡吃裡面耶 所以我覺得餡比較好吃耶 我覺得外面很好吃耶 我覺得很 就是巧克力的香味 它外面有點像是那種 早餐的鬆餅 就是美式早餐的鬆餅 其實是巧克力口味的 它又在 橡皮擦一點的感覺 你吃過橡皮擦喔 有 這個OK啦 可是我還蠻喜歡它的餡 你不喜歡它的餡嗎 巧克力的我都可以接受 好 我們來評分了 好 3.5 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熟能生巧 我今天蠻大方的耶 欸對 今天的分數給好高喔 接下來這個是 小農鮮奶巨大杯 要你吃 掉不下來喔 長得很特殊 不是啦 它應該是要這樣子啦 是這樣子 喔 它裡面是 噹噹噹噹噹 喔 它裡面是 它裡面是像那個 生日蛋糕的鮮奶油 小農鮮奶的鮮奶 鮮奶 你現在你的頭腦在那邊想一堆詞惠對不對 因為我工作了一整天 我所有的詞惠都用完了 好 我幫你講 它就是戚風蛋糕加奶油 只是它的蛋糕體 比戚風蛋糕再濕潤一點 對對對 沒有 我原本以為會乾乾的 因為它長得好像很乾 可是其實它吃起來 其實算不錯啦 因為有一些人如果喜歡吃奶油的話 應該就會蠻喜歡的 好 我們可以來評分囉 4.5 好 這就是 小農鮮奶巨大杯 最後 我們的壓軸要出現了 北海道雙重起屍燒 北海道的 北海道的蛋糕 它應該算塔 我覺得是塔 我覺得它是塔 所以我剛約會了 我以為它是檸檬塔 你自己以為它是檸檬塔 對啊 有點像啊 外面餐廳賣的那種 喔 長這樣 沒有 網美都要這樣子 讓大家看一下這裡面長是這樣 你真的太大了 好好笑 好啦 這裡面就是 起司蛋糕 好像還不錯耶 你要再切一半吃嗎 好 你切這個的一半 好 再切這個的一半 別人會不會覺得 主播都很假 就是 怕胖 沒有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比較主攻 鹹食類的東西 女士包像牛排之類的 那有檸檬嗎 檸檬塔 其實蠻好吃的耶 因為起司味道蠻重 對 蠻好吃的耶 還不錯 蠻好吃的耶 這個好像沒有很貴 蠻好吃的 因為代表說它的CP值還蠻高的耶 90萬塊 100元有照耶 那這樣子還蠻划算的 如果以照這樣子的話 它有250的感覺 沒有發現 這個是我唯一接的好幾口吃掉的 真的喔 還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評分 4.5 難得我們兩個給一樣的分 一樣的分數耶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全聯甜點老實說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開箱內容 歡迎在我們的頻道底下留言 那如果我們有看到的話 張若宇會不辭新郎 冒著外面的大風大雨 去幫大家採購 都是他親自去採購的 真的喔 大包小包 每次在拍攝的時候都這樣 當然我希望大家比如說 希望可以看到什麼牛排 開箱啦 戰斧豬排開箱啦 日本和牛是澳洲和牛的PK 這樣的話公司 就會讓我們買這種貴東西 好啦 希望大家喜歡囉 掰掰